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停靠在路边的双层巴士陷入了熊熊的烈焰当中 而这台巴士总共占有47名的缅甸籍劳工 正要开往泰国的首都曼谷 不料却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这么一起火烧车意外 造成了至少21个人死亡 3个人轻重伤 至于起火的真正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